荒唐忌实 河南农民工无辜入狱 原因竟然是买了一件绿色马甲 从来没有听过买衣服就被抓起来的事情 难道是因为这件绿马甲有着特殊的价值吗 令人吃惊的是 就在这名农民工在狱中熬了13年 还有15天刑满释放之时 法院却突然声称 你无罪立刻释放 如此离谱的举动不仅当事人接受不了 得知此事的群众更是直呼离谱 而等到这名农民工终于洗清冤屈 回家之时 周围的父老乡亲竟纷纷出门迎接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无罪被抓 由为何关押将近13年 法院才还的清白揭秘案件 动见真相 每一案都是社会的缩影 欢迎订阅齐文风云说 无罪释放 2005年3月 被关押了13年之久的徐静祥 在听到自己被宣判无罪释放的时候 一时间愣住了 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因为距离他出狱还剩下最后15天而已 虚敬祥和狱友一一道别 稍微整理了自己衣物 将没有吃完的食品留给了狱友 自己跟随狱警的步伐走出了监狱 虚敬祥走出牢狱的那一刻 阳光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柔和 照在他略显沧桑 却仍旧坚毅的脸庞上 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 既有被常年囚禁后的茫然与不解 也有重获自由的欣喜与释然 他的双手微微颤抖 仿佛还在适应着这久违的自由空气 他的步伐起初有些蹒跚 像是还不太习惯着无拘无束的行走 但随着他逐渐适应 他的步伐开始变得坚定而有力 仿佛每一步都在宣告着自己的重生 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那笑容中既有对过去的释然 也有对未来的期待 在警车的护送下 须敬祥回到了从前的村子 当须敬祥远远看到村民们一同出门迎接他时 须敬祥很震惊 震惊这些村民还记得自己 随即被深深的感动所取代 他加快了步伐 向着人群走去 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期待的表情 更有人在身边放起了鞭炮 庆祝他的重生 须敬祥走到人群中 他的双手紧握在一起 随即便向村民们深深的距离躬 向村民们表达着自己的感激之情 他的声音虽然有些颤抖 但却充满了坚定与力量 谢谢大家 我回来了 村民们纷纷上前拥抱他 很快须敬祥就被人群包围着 他的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与愉悦 须敬祥终于自己终于走出了那片阴霾 迎来了新的生活 在漫长的牢狱岁月里 须敬祥的家人 饱受村里人的非议与指责 他的父母 因承受不住这沉重的精神压力 相继离世 而他那曾经坚定支持他的妻子 也在绝望中选择了离开 这个家从此变得破碎不堪 当须敬祥踏出牢狱的那一刻 他发现自己已与社会脱节前部茫茫 所有的机会似乎都离他远去 但幸运的是他还有一个儿子 这个小小的生命成为了他继续前行的动力 须敬祥回到家中 眼前的一切让他不尽心酸 屋内破败不堪 家具沉舍早已蒙上厚厚的尘土 蜘蛛网四处密布 显得荒凉而冷清 他开始着手打扫这个曾经的家 他拿起扫着细心地扫去每一个角落的尘土 他找来抹布 一遍遍地擦拭着家具上的屋子 在打扫的过程中 须敬祥的心情也逐渐平复下来 他知道这个家虽然已不再是过去的模样 但他仍然是他心灵的归宿 法院考虑到须敬祥与社会脱节 以及自身判决的问题 后来向须敬祥补偿五十多万作为补偿金 希望他能够好好生活 既然是这样 为何须敬祥为何会被法院误判呢 假小偷被抓 时间回到1991年的春节 须敬祥满心欢喜地跟随同伴踏上归途 期待与家人的团聚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春节竟会成为他人生中的转折点 将他推入无尽的深渊 在春节的世纪上 须敬祥偶然间发现了一件绿色毛衣 他觉得样式新颖 价格又合适 拿在手上反复地揣摩着 嘴上不断和老板砍价 老板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 索性稍微低价一些 给了须敬祥 须敬祥满心欢喜地穿着新衣回家 向家人展示他的战礼品 不久后 须敬祥与好友魏国梁相聚饮酒 本是欢乐的时光 却因一个意外而变得紧张起来 魏国梁发现自己丢失了一件绿色马甲 而这马甲竟与须敬祥所穿的毛衣颇为相似 更让他惊讶的是 两件衣物的针脚错误竟然一模一样 魏国梁立刻心生疑虑 怀疑须敬祥便是那贼人 毕竟这种巧合只会出现在电视剧中 须敬祥对于魏国梁的指控 感到莫名其妙 他坚称毛衣是自己在市集上买来的 且有大哥作证 只不过魏国梁却不听他的解释 一口咬定他就是小偷 两人的争辩愈发激烈 最终惊动了警方 警方介入后 正巧当时河南地区正发生一系列抢劫案 他们基于破案 以平息民愤 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 一些人将虚信乡视为重点嫌疑人 他们多次对他进行审讯 试图逼他承认罪行 虚敬祥在种种逼问下倍感压力 他坚称自己无辜 但警方却认为他在狡辩 他们采用各种手段试图让他屈服 但虚敬祥始终不肯认罪 最后 在高强度持续不断施压下 虚敬祥最终不堪重负 被迫承认了自己并未犯下的罪行 在庭审中 虚敬祥一改往日的态度 对警方的提问一一承认 法院根据他的认罪态度 和所谓的犯罪情节 判处他十三年有期徒刑 虚敬祥就这样成为了替罪的羔羊 他的人生也因此陷入了黑暗之中 虚敬祥的不幸遭遇 无疑令人痛心 他本是一个无辜之人 却因一件相似的衣物 而遭受了无尽的磨难 虚敬祥的家人 自从他含冤入狱的那一刻起 便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申诉之路 他们心中充满了对虚敬祥的思念与担忧 更坚定地认为 他绝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他们决定放下一切四处奔波 只为寻找证据证明虚敬祥的清白 他们先是前往市集 找到虚敬祥当初购买毛衣的摊位 希望能够找到摊主作为证人 然而时过境迁 摊主早已不在此地 甚至连摊位也换了主人 紧接着 他们找到虚敬祥的大哥 希望他能够再次作证 证明毛衣的来源 但大哥却因为年事已高 记忆力衰退 无法提供清晰的证词 家人们焦急万分 却又无计可施 最终 法院判处虚敬祥有期徒刑13年 虚敬祥的人生就此陷入低谷 好在有正义之人 在他落魄的时候挺身而出 正义到来 虚敬祥的人生迎来重大转机 始于遇见李传贵这位关键人物 李传贵作为陆毅县公安局的资深审查员 对虚敬祥的案件承担着重要的预审职责 当他深入研读那些堆积如山的案卷时 心中的疑惑如同波涛汹涌的海浪不断翻涌 他首先关注的是 成绩单上的字迹 与虚敬祥的惯常笔记明显不符 此外上级多次要求补充的材料竟然堆积成山 多达上百页 其中似乎隐藏着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且犯罪嫌疑人梁某被缉拿归案 然而他竟对虚敬祥这个名字一无所知 这让整个案件更加扑朔迷离 为了对整件案子有进一步的了解 李传贵决定亲自与虚敬祥会面 当两人相对而做事 虚敬祥神情紧张 言语之无 他反复强调自己是盗窃团伙的头目 似乎在刻意隐瞒着什么 直到被带走的那一刻 虚敬祥才敢抬头看向李传贵 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悲伤与不甘 李传贵在公安局历经风雨 对某些隐秘之事已有所察觉 他深知虚敬祥的案件必有冤屈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开始搜集证据 希望能为虚敬祥洗清罪名 但命运似乎并不眷顾他 1993年 有人举报他收受虚敬祥家人的好处 并向公安局递交了举报信 更糟糕的是 李传贵还因涉嫌训私舞弊而被关押 身陷困境的李传贵 只能寄希望于上级检察官蒋汉生 他同样觉得案情诡异 决定与李传贵并肩作战 为虚敬祥讨回公道 但是调查取证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在取证过程中 他们遇到了诸多困难 受害者家属对于再次提及这段痛苦往事 心存恐惧 不愿意配合他们的调查 例如举报虚敬祥的人取得联系 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些人往往出于各种原因 而保持沉默 不愿意透露任何信息 李传贵与蒋汉生多方打听 深入调查 终于与其中几位取得了联系 两人逐渐从举报者的口中 挖掘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最大的困难 还是来自于案件本身的复杂性 由于案发时间久远 很多证据已经消失或难以找到 李传贵与蒋汉生不断翻阅案卷 梳理线索 甚至亲自前往现场进行勘察 只为了找到那一丝丝能为须敬祥洗清冤屈的证据 2004年 两人在收集证据后 再次向牧一县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并在上诉材料中详细阐述了须敬祥的无罪理由 虽然初次上诉被驳回 但他们并未放弃 2005年 他们再次鼓起勇气 坚定地提起上诉 并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2013年 在刑际到前15天 须敬祥终于洗清罪名出狱了 法律是人民最坚实的后盾 像须敬祥这种案例 却是法律没有顾及到的部分 但我们仍然相信 在经历漫长岁月 诸多案例后 法律将会越来越完善 像须敬祥这种案子也会越来越少 俗话说 公道自在人心 希望我们每个人 无论身在何处 拥有什么身份 都能保持心中的那一片净土 对待事情的看法 要有自己清晰的认知 请不吝点赞订阅